记者罗欣珍屏东报道,屏东县特稀有植物五味山屋皮茶,Pyramaria buisianensis,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色明露内严重濒临绝灭物种,目前仅致分布于屏东县马加之来亿相间,低海拔山区在自然环境能繁殖的成熟,各树稀少,元期的小苗更新状况亦不佳,急需加强保育保育,经繁殖。 屏东县政府与公园卓云植物保育中心合作,今天26日与屏东县政府花浦种下20株展现保育成果。 五味山屋皮茶源自于最早1890年,由英国人亨利奥古斯丁首次在台湾采集发现,日治时代由台湾总督府屏东热带特用树种栽培事业所长所左目瞬移再次发现, 并于1931年与台湾博物学会会报发表五味山茶,直至2003年登山特在屏东马加乡珍丽山,发现采集宋交屏东科技大学森林系阳生任教授鉴定。 次年屏东科技大学森林系学生将采集样本送交台湾大学谢长副教授鉴定。 更加确定物种未消失80多年的台湾特有种五味山茶,在经专家学者确认分类后,正式将其那味污提茶属,命为五味山污提茶。 屏东县长潘孟安表示,财团法人郭炎卓云植物保种中心致力于全世界热带与亚热带植物保育工作,针对五味山污提茶长期投入心力,运用种子播种与千茶方式。 既今已繁殖出479株苗株,屏东县政府与保种中心首度攜手合作,在县府周边绿地种下20株五味山污提茶,并借由保种接牌活动。 希望以此开始展开屏东县境内多样珍惜兵维植物的保育保重行动。 古炎卓云植物保种中心执行长李嘉维教授表示,这是该中心首次将保种植物送至中心外种植,未来还有八种屏东县保种植物将继续与屏东县政府合作保育保种。